中共二十大在今天闭幕 不但是通过了党章修正案决议 也同时选出了新一届的中央委员 还有候补委员 而根据闭幕式的司仪宣读 在涉谈内容的部分 修正案是将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写入到党章 并指出要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除此之外 中共的前总书记胡锦涛 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突然起身离场 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焦点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进入最后一天 两千多位党代表以吴济明的方式 在北京大会堂内投票选举 也陆续表决包括党章修正案 二十大报告等多项草案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定反独促统 牢牢把握两岸关系 主导权和主动权 根据大会肆意的宣读 这一回通过了党章修正案决议 同意把坚持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 科技强军 人才强军 依法治军 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 也将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 入党章 要全面准确 坚定不移贯彻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 另外党章中也提及 发扬斗争的精神 共同富裕等 坚定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传承红色基因 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 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也写入 进一步巩固习近平在党内的权威 一定要牢记党的初心使命 坚定理想信念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就在闭幕式结束前中场休息时 80岁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 突然在旁人的搀扶下离开 和习近平有短暂的互动 还拍了拍李克强的肩膀才离去 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而稍早公布了第二十届205名 中央委员现任政治局常委的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韩正四人都不在名单内 代表四人从政治局常委出局 23号将召开一中全会 选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 确立新领导班底 记者为陈博依特为报道